这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无量寿经》研讨 进入第六品 发大寺院第六 我们学习这一品经 要感受到弥陀的大慈大悲 为我们发的四十八大愿 愿愿为谁发的 为我发的 这种不辜负他老人家的心 就随着经文升起来 包含也随着经文 我们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三十七年讲的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世上老人家说 学佛首先扩宽心量 那这个扩宽心量以谁为标准呢 以阿弥陀佛为标准 这一品经文呢 就帮助我们扩宽心量 那我们 在第九集当中 讲到啊 往生极的世界 有宿命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无之通 等于 有这些神通力了 那这个对我们呢 自行化他呢 这个有大帮助了 就像第十集 经文讲的 我做佛时 所有众生 生我国者 皆得神通自在 波罗密多 于一念请 不能超过 亦那犹他 百千佛叉 周遍寻礼 供养诸佛者 不取正觉 那我们学佛啊 为了要成佛 要到达涅槃彼岸 需要佛果地的智慧 这个是老上的讲解 得佛智慧 需要奉识 许多佛 才能够成就佛果的智慧 假如自己没有神足通 就非常难做到 所以神足通 在修行人来讲 非常重要 而这个神足通 一般要修到 三果 才有这个能力 而且纵使到三果的神足通 也不可能像极乐世界 于一念请 能超过亦那犹他 百千佛叉 周遍寻礼 供养诸佛 但是神足通的能力 也没有达到这样 所以等于是呢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立刻这个神足通的能力 跟十地菩萨 相同 这完全依靠 依靠佛的本愿加持 往生的就跟十地菩萨的能力 差不多了 你随着经文 常常就想到老和尚说 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这个感受啊 要随着经文越来越增强 不能不去啊 不去啊 那是洒透了 弘一大师说 不求生净土 非愚即狂 不是愚昧 就是太狂妄了 尤其啊 这个佛 这个老和尚啊 在后面 有讲解到了 释迦牟尼佛啊 注释才八十年 讲经说法在四十九年 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无量寿啊 我们可以一直清静啊 结果 我们现在已经是佛灭度啊 三千多年后了 这个我们都要去感受啊 现在佛不在了 我们没有依靠啊 实在讲呢 虽然留下这么多经典 在世间 我们今天有机会接触到 这么多经典 还是盲修下恋 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学哪一个法门呢 因为没有佛可以直接问呢 那现在末法要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这末法修行真不简单啊 不知道自己的根性呢 自己的根性要学什么 才能成呢 不然狂妄了 学的都是 不弃自己的根性啊 想一步登天呢 老儿上常说呢 你一步登天 没有踏文呢 就粉身碎骨了 老儿上还讲 他的老师都告诉他 不能学惨啊 这个是老师 慈悲啊 互念啊 关我们的根性啊 当然 我讲到这里啊 大家不要产生执着点了 一看人家学惨 就开始批表 开始骂 这个不能一听什么 又产生执着点 我们现在是论自己的根性 阿弥陀佛的心量是很大的 只要他学大臣佛法 可能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都能往生的 这个也是经文里面展现出来 阿弥陀佛的心量 若有众生的助大臣者 以亲近心向无量寿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所以我们那种容易执着的性情啊 在学佛的时候要去放下 不能学佛的缘变成这种执着的性格 越来越增上了 本来就很傲慢了 就很 讲几话来都很权威 就一学佛之后觉得自己更懂了 这种习气更增强了 这就不好 那在佛同体大悲 他老人家不在了 但是他老人家在经典当中透出来了 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 正法时期戒律得度 向法时期禅定得度 末法时期净土得度 这就是把末法的根性点出来了 大吉经当中说的 末法异议人修行 罕医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那佛三千多年前 就提醒我们末法的根性了 当代善知识也都在苦口婆心了 你看老和尚 他是专攻华眼 华眼是金钟之王 是一尘佛法 最后也是给我们表演 老规及的老实念佛 这些大臣经教很好 但是我们当前的根性要受持 了脱生死不容易 黄念老 慈悲 他老人家说我斗胆的说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当然这个法门是大臣 只要不求生西方净土 这一生了脱生死 不大可能 这个佛菩萨的教诲 都是超越时空 在酷念我们 甚至于 他们随时都视现在 我们同一个时代 我们看得懂 懂得珍惜 因为他们都是同体大悲 我们就得大的受用了 这一集 师长讲到 要义佛念佛 观想 你把无量寿经读一遍 这个都是义佛 现在的人工作很忙 下老 好人做到底了 把五经一论的精华 会计在静修解药了 我们花二十分钟的时间 最终的经文都读到了 都是义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不是临终当来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所以 佛事门中 不舍一人 真正想依教奉行 想求生净土 那佛菩萨的 加持 护面 马上就相应了 就到了 这个在无量寿经的经文都有 于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另离山土 得无上力 无辩光至身 大师之菩萨 这重点是你相信这个真相 就跟阿弥陀佛 七方三圣 诸佛菩萨的感应道交了 真念佛人 阿弥陀佛前二十五大菩萨 谁负其人 魔不能干扰了 我们今天假如干扰一大堆 我们没有好好念佛 你说我有在念呢 但是挑战还是很多 真的有念 心定在佛号 你事情来了 你佛号提得起来 心不会乱 你能很好地去处理事情 我们可不能听了 这个念佛 佛前二十五菩萨 谁负其人 我们马上产生一个想法 那我都不会遇到逆境二远 结果突然遇到逆境二远 哎呀 佛菩萨不灵了 很容易顺着自己的想法看法 随缘消就业 你真的肯念呢 那阿弥陀佛一加词呢 你就会有灵感 怎么去处理事呢 就能随缘妙用啊 假如我们今天感觉 哎呀 妙不起来了 好像 没什么头绪 没什么灵感 得定没有念佛啊 得定心里已经产生烦恼了 这个时候要提醒自己 不能随顺自我感受 随顺烦恼做主 刚才佛号提起来 心中有佛号就妙得起来 不容易被静转 我多次跟大家探讨 好像念老说的 要把念佛摆的第一 这个大家可以啊 透过每天发生的事啊 去感受感受 感受的深啊 你就越肯念越有信心越遇到事啊 不能慌 不能打烦恼 遇到事要念佛 脾气快控制不住了 要把念佛摆第一啊 不然 要轻手把自己的功德烧掉了 学佛要自爱啊 不能 几天几个月 功德 这么轻易的 就放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一念称兴起啊 火烧功德里 百万障门开 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念佛的受用 这一念相应一念佛 跟这一念是忍不住脾气的 去感受一下这两个的差异有多大 真心念一身佛灭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啊 在哪里抉择 念头啊 因为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这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了 还是我们这一念忍不住了 还是我们这一念忍不住了 发了脾气 功德烧掉了 再来呢 你发完了不是功德烧完了 你整个人 做不了主了 哇 那个火药味还在啊 你自己都能感觉心平不下来 我初学佛的时候 印象比较深啊 这个许泽女士 老外上说 她这个五戒持得很好 五戒十善人家持得很好 虽然不是佛弟子 吃得很好 她好像讲到啊 发一式脾气 也要三天才能平复下来 那人能感受到 一念之间的差别 她对一念就越来越慎重了 这就是修行人的警觉性 总不能学了两年 学了三年呢 每一次都讲 哎呀 我想忍住脾气 都忍不住啊 这个不是一个 有道气的人呢 存在的现象 学佛是学觉 我们学佛一入门 三归一 归一自性 觉正静 觉 觉是不糊涂的 面对境界 觉悟啊 很清楚念头的力量 懂得不怕念起啊 只怕绝齿啊 很好的 复念自己 我们前面学到 弦腹等十六正式 我们要 互念好别人 一定要先互念好 自己了 我也有遇到 当妈妈的人了 跟女儿劝 劝告 一些事情 后来女儿 比方说 劝她 你衣服不要穿这么短 结果 女儿 还是穿那么短 结果一看到 火气忍不住了 就开骂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忍不住脾气了 你前面做的努力 就全功尽弃了 真的忍不住脾气啊 你以前所用的心呢 可能都被自己给摧毁掉了 是吧 你能忍住这个脾气不发 接下来会发展成什么 因为还是 你劝她的时候 还是说好好好 但是她虽然说好 她也说忍不住啊 然后你看她没有照做 你不批评 不批评她 不发脾气 她有做的对的 你还赞叹她 不对的不假 你有提醒了就好了 你真的 能做这样的转变呢 你的孩子 会产生什么感受 我妈变了 以前 叮咛的 没有照做了 她火气就上来了 就骂人 现在不骂了 慢慢的 她善根起来了 我还答应我妈妈做好了 我自己没做到 我妈妈还没说我 人的善根是要让她自己出来的 不是你骂她骂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去感受啊 这个不是对女儿是这样 对亲戚朋友都是这样 尤其最亲的亲人 我们往往就忍不住脾气了 我跟她讲过来 不听 见人过失 寒荣而掩复之 我们都忍不住了 我跟你讲多少次了 都是这样 脾气上来了 我们学佛先学厚道 厚道能包容人啊 不给人难堪 不当场 指证人啊 归过于失事啊 厚道啊 阳善于公堂 归过于失事啊 不止不给人难堪呢 看人家尴尬了 给人家台阶下 这一点我要感谢我母亲啊 给我们子女的身教啊 看到别人在骂先生呢 骂没两句 母亲很接话了 你先生哪里哪里不错啊 我都记得对方的表情 好像也是的 你看火气一来 静挑缺点 不止火烧功德里面 我们的心形啊 跟普贤形啊 背道而耻啊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呢 心形不能跟普贤菩萨背道而止 普贤菩萨是称赞如来 没有批评 不看人家的缺点 看人家缺点 哇 礼敬诸佛 做不了了 你心里有他的过失的 你礼敬不了了 礼敬啊 从哪里开始啊 从身边的人 近处不能感动啊 我也能及原则 而且这个忏悔也这样啊 从哪里修啊 从最近的人 给我们提我们的问题 开始修起 为什么 旁观者清啊 他跟我们这么清静 他看得很清楚啊 他是我们的护法 我曾经见过 一对夫妻 夫妻都学佛 坐下来 我们一起交流啊 聊着聊着 这个丈夫啊 终于忍不住 吐一些苦水 你看他学得这么执着 怎样怎样怎样 我都劝他 不要讲得那么啰嗦 孩子都反感了 你看旁观者清啊 我看那个太太 一直瞪着那个先生 他那个眼神啊 我有一点读得出来 他那个眼神的意思 那个眼神就是心里面讲 你还说我 你自己又做了不怎么样 还在法师面前给我打小报告 不以人废言啊 人家讲得对了就要听了 那还有什么配套条件 还有对方做得比我好 我才能听 我看甚至没这么讲吧 我们这个不都是顺着自己的感受吗 旁观者清啊 没有说旁观者要超过我 我才听他的话 所以你看古人讲这些话很有味道 不以人废言 对了就应该要听 哎呀 哎呀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学到什么 我只听老和尚的 哇他家里人特别不服气 我们讲的这么有道理 他都甩都不甩 老和尚一讲话 哇跪着听 这么崇敬 老和尚说 我们学了佛了 但家里的人不欢喜学佛 铁定我们学佛 没有从家庭开始落实起 看到出家师傅了 跪下来递红包 出去外面玩 也不买个礼物 回来给爸爸妈妈 你说你爸爸妈妈 兄里能平静吗 我这爸爸妈妈 跟你讲那么多话 你都不听 哇开口闭口 就某某法师说什么 你父母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老和尚说 你学佛造成家庭不合 学错了 我们没有从家庭里 从最近的人开始落实了 了凡事性这段话 诸位原谅我的啰嗦 这段话我举了好多遍 但是这一段话真的做了 你们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 天使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你家里的和和那种气氛 掌养全家人的善根 这个是普贤型 详细的说明 你常常批评 我骂到最后 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不肯改了 因为人他都有良心的 他错了你都不说他 他反而心里面觉得 惭愧了 而且他那么多问题 你都不讲他 他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你就马上肯定他 赞叹他 他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这个修行 敦伦净奋是大道 不能离开五轮 这个关系来修行 好 那刚刚 跟大家提到 宏毅大师讲 你不 珍惜这个法门 非语及狂 你高估了自己的根性 要学那个 不能得利的法门 就误了这一身 得人身 闻佛法的机缘 就很可惜了 那我们随着读 无量寿经 尤其读这个 第六品 这些经文 我们那种归心事件的心 出来了 我要赶快往生 其实你真正想去利益众生 就会越来越深 就会越来越深刻感觉 自己的能力不足 你看有六神通 我还要度重方便多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好难 帮一个人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考虑再三 替他设想很多 有他心通 好办 有宿命通 知道他过去生的善根 在哪些地方 这就好办多了 现在帮一个人 绞尽脑汁 我现在睡前 不能考虑这种事 睡前一考虑 我就不用睡觉了 所以 虽然没有当过人家的父母 有一点体会到 当父母的难处 那要有智慧 才能帮得上众生 看有这个神足通 很老好上说了 你一念情 就供养无量诸佛了 那佛决定 不会白受供养 佛一定给你说法 那每一尊佛 给你说一句法 那你这一天当中 供无量佛 就听无量句法 我们这个大藏经 太渺小了 你一天所闻的法 超过大藏经 不晓得千倍万倍 大家读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 很lucky 赶快往生 那我一天不知道 可以听多少佛法 是吧 现在不要因为工作 都让我不能多念佛 多听经 不能发牢骚 要转成什么 赶快求生 我就一天就不知道 听多少法 不要让烦恼相续 要转成 要转成 随式菩提心 转成 求往生的心 越真切 当然也可以转成 工作就是道场 正助双修 我在工作的时候 用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性 工作就是功德 这样 这样就会享受工作 不会抱怨 不会挑境界 这个都是在练 远离分别 诸根 极境 都是我们这一集里面的内容 会修行的人 在一切境界当中 懂得放下分别之主 老和尚常饮禅宗说 你会吗 老和尚问我们好几次了 接下来要自己问自己 常在念头当中 观照 观心为要 一有分别之主 那念 马上阿弥陀佛提起来 这个就越来越会修行 西方极乐世界 学习的进度 很快 他方 世界成佛要三大阿僧奇节 要无量节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仔细算算 也不过三节 四节就成就了 原来 是因为 他有本事 清静一切诸佛 而且于一念情 他有这个本事了 老和尚 这个三节 四节 是有根据的 阿弥陀佛 成佛以来 才十节 但极乐世界 其中多有一身补处 一身补处是等觉菩萨 其数甚多 世间人用一个多字 有没有超过一半 没有超过一半 不能用多吧 对啊 那十节以来 超过一半 都是等觉菩萨了 是吧 应该说三节四节 都能修到 等着做佛了 一身补处了 就是因为成佛会 所以诸佛菩萨 都劝他的学生来吧 不然就在他的国土就好了 干嘛还来呢 不是多事吗 所以 普贤菩萨为什么要劝华藏事件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都求生净土 成佛快 那我们看到这个佛经里面 一念情那么短的时间 遍有无量插土 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就觉得不可思议 有时候会生疑 老师在这边讲了 再远的记忆 也是一念就到了 这是什么道理 总有道理 因为无边插海 从哪里来的 自己的心变现 一切法重新降生 无量插海不出一心 都是自信真心所变性之物 所以心一动念 头就到了 这个礼上 就给我们点出来了 十方不离当初 三世不格当面 可是问题是 你的真心启用才有这个功力 你真心启用不了 都是业力做主 你看我们本有神通 用不出来 但这个礼我们明白了 就不怀疑了 生则决定生 去则死不去 极乐世界 也是我们心做心事 现出来的 所以去则死不去 像林词大师 他们往生前 都已经多次见到极乐世界 那平道接上去就现前 因为极乐世界是法性徒 法性徒是骗一切处 我们再看 下一院经文 我做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活着 远离分别 诸根即净 若不决定成等正觉 正大涅槃者 不取正觉 老婆上说 这一院 是阿弥陀佛 给我们开出 保证成佛的 保证书 这保证书要收好 信心不动摇 决定成等正觉 正大涅槃 因为阿弥陀佛 已经成佛了 这个愿也圆满 那 经文当中说到 这个远离分别 那这个就提醒我们 在一切静缘当中 要懂得 放淡 放下分别心 高下心 好丑心 静缘无好丑 好丑其余心 因为一分别 接着就是执着 我们产生好丑了 好会怎么样 贪 贪就是执着 丑了 撑 烦恼了 执着了 丑会怎么样 逃避 都是烦恼 现前的 我们要观照 这个一分别 接着执着就上来了 诸根 极静 那这个极静 就提醒我们 亲静的重要 心静佛土静 所以修清静 非常重要 测悟禅师 这个也是 净土中的祖师 讲到了 一切法门 以民心为要 所有的法门 就是指导我们 恢复真心 明心 见性 六祖大师说 不是本心 学法 无异 所以我们学了佛了 让我们越清静 自在 假如学了佛以后 感觉越来越 挂碍 放不开手 担忧这个 挂碍那个 那这个学错了 今天有个同修提问题 说我今天供养出家人 我是不是我的厨具 全部换一套新的 供养 这位忍者 你们觉得是要全部换一套新的吗 没有换一套新的就不恭敬了 那你换一套新的 那旧的 你怎么用啊 那那个锅子不是诸佛啊 礼敬诸佛啊 那锅子就不是诸佛啊 锅子也要好好用它 不要浪费了 老师说学佛啊 就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表的法 我们要看得懂 释迦牟尼佛脱布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我们学到佛的心没有 佛的心什么 不给众生添麻烦 心多柔软 给什么吃什么 那我们出家人要以佛为榜样 向佛学习 怎么忍心 让在家人那么辛苦啊 那么破费啊 那我们没把佛的精神学到呢 这一点呢 我们看老师表演的淋漓尽致 在家人清静他都是很欢喜 在家人有时候见出家人会比较紧张的 老上都考虑到了 体恤到了 当然这个给什么吃什么 可不要用 对啊 你看 佛那时候给肉也吃肉啊 所以你们现在吃素也太执着了 佛有讲哦 那些肉是他神力所化 皆无生命 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是强调 不识众生路 因为呢 我们的慈悲心就会比较起不来了 但是注意啊 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中述之道 不要又听了这个话 陈德法师说 马上去叫你先生不要吃肉了 我又跟你先生结怨了 不要害我啊 不要破坏我跟你们家里的法员 心柔软 不强迫别人 看李炳南老师说 不劝人吃素 就不给人压力 那个是要他水稻局神 心肝群愿去做的事 不劝人受戒 不然他生烦恼了后悔了 都是你推我的 那不好啦 不劝人出家 这里面都有人情事理 我们懂得去体会 好 那 车胡云脸是讲的 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 一切行门 行 就是落实了 实践了 以尽心为要 就是修清净心 这个很重要了 那我们呢 这个要心越来越清净 不能往外要往内了 大家可以去观察自己的念头 你只要想别人的错了 哇 那个念头就一直相续了 往外就望面相续 要往内 反文文字性 这个心才能静下来 刘树云老师讲的诗句法 最近也常跟大家交流 我心里不装人 都是向外才会装人 装事 装物 你着在这些像上 装人爱增多 我们自己去感受感受完 对这个法语就领会得更深 就感受什么 你想到人那个爱产生了 你就心上就会有一种负担 真产生了 你就会感觉心里有火气了 哎呀 互念好自己 感受到了就放下 不装人 我心里不装事 装事是非多 我们一想什么事 哇 那个就是连续句了 一直相续了 一警觉到赶快别想了 阿弥陀佛 装事是非多 而且那种是非就随着我们 想一次虚拟字 想一次虚拟字 往往又提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们就察觉 我们的情绪就很容易 因为人家谈到这件事就起来了 立事练心啊 我们都要随着经历的事 看到自己的心啊 常常人家一讲什么 我们就跳起来了 是我们平常就一直装这些事了 哇 人家一讲 借题发挥了 那个心都很不清静了 人家说 以前那个人 对你怎么不好 有吗 你都没怎么想得起来 好现象 跟你说 哇 你以前做很多什么好事好事 有吗 我不太记得了 好现象 做好事都留在心里 也是不清静的 哇 你看人年纪大了 一开口 想当年 以前做的事都放在他的心里面 心静佛祖静 我们每一天 精静心要体身 我心里不装饰 装饰是非多 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哇 有什么喜欢吃的 有什么喜欢收藏的呢 你常常会想这个东西的 你就有心里就有挂爱了 这比较不清静的 你常常会想到的东西怎么办 送给别人 送出去 当然你送给他 他也很贪 不好 你送给他呢 他念念感恩你 变得很精静 这样好 送的好 好 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 我们理明白了 知道修清静心重要 世上呢 世上得要有 可以让心越来越清静的做法 所以老阿强这里有讲 教量 经典 华音经第一 金钟之王 华音经跟无量寿经一比 无量寿经第一 中本华音 倒归极热满 无量寿经四十八品 哪一品第一 第六品 第六品哪一院第一 第十八品 第十八品 第十八品就是 十念必生 彰显 万德鸿鸣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六字统色万法 你看我们所有的道理论完了 那 接下来 理事不饿 事实上怎么做 就是老实念 怎么清静 老实念 这个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身佛号要分明 我们学金刚经 金刚经是二十二年的般若的精华 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一句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 真心的状态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理上明白 事实上 怎么因无所住 我们不念佛 这个念头望念止不住 怎么可能无助呢 因无所住是没有望念的 所以六字统色万法 你看念这一句佛 没有其他望念 因无所住 也没有住在空 因为我一生接一生 就而生其心 你看 暗和道庙 巧入无声 就直词名号 就可以巧入无声 妙法 十方诸佛同战 千经万论共旨的法门 所以 经教明白的越多 越老实念阿弥陀佛 不然真的辜负了我们明白的这些意理 所以 这个法门 古人讲当生成就的佛法 除这一门之外 任何法门的修学都不是一生能成就的 总是生生世世 所以要三大阿申其节 无量节 所以这个法门是他立法门 是从国起修的法门 其他法门是修英德国的 所以他是门与大道 八万事称法门以外的一个特别法门 所以叫门与大道 那师长 在这里讲了 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 我们看老上很慈悲 他讲经 都会自问自答 可能观察到众生会起什么疑 他老人家自问自答 也许你会有疑问 那我们死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成就 这话你就说错了 你也看错了 你也误会了 你要是死了就完了 你还会有成就 死了就轮回了 老实跟你讲 死了就不得了了 不能死 这个法门不死的 寿命到了 本来要死的 但是阿弥陀佛来接引 到极乐世界去了 往生是活着去的 没有断气 临终看到佛来接引 走了 这个臭皮囊不是好东西 雷醉 理上这么讲 我观察过 没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最后最难放下来 还是这个身体 所以认知这个身体是臭皮囊 非常非常重要 你就不容易留恋它 佛讲的那个小水泡 我们本来是大海了 现在误以为那小水泡是我 舍掉这个臭皮囊 才能恢复我们的 无量的这些智慧德能 我们看呢 这个也要上去观察 病重的人 癌症 一发愿 六天七天走了 它是不是因为身体完全坏了 不能用了 你仔细去观察看看 不是的 一般的人是怎么走的 他不想走啊 可是没办法 一口气不来了 身体不能用了 我们都有遇过啊 排阵了 一把脉 这个应该再活三个月六个月 没问题了 是吧 他又没有气落到那个程度 可是一发愿 一个礼拜走了 证明什么 他不是说身体不能用死的走啦 他是 要跟佛去的愿强啊 他不是这个臭皮吗 不要啦 佛就带他走啦 不然实在讲啊 那假如那个人留恋了 那不是还要再拖几个月 跑不掉的 所以老上讲 活着去的 你不能看到他病重了 他是发愿了 很快他就可以去了 活着去的了 好 黄金币昼夜长垂啊 为许行人独尾 白玉毫古经不昧 全凭愿者承担 我们念这两句 有没有感觉 阿弥陀佛那个 那个黄金币啊 在我们面前 便就今朝成佛句 乐邦化主 已闲耻 哪看更欲知乎者 还犹豫不去 管取轮回 没了时啊 好 当然老人家也提醒了 这个 要多修佛 佛慧双修 有福报啊 临终没有障碍 福报留在最后下 不生病 坐着走 站着走 就很自在了 现在啊 同修问 老年痴呆的情况 越来越多了 什么事不理因果啊 这个老年痴呆呢 都颤了会 当然要吃素 那众生要来给你讨债啊 看你还吃肉 铁定更生气的 看你吃素了 还有点悔改之意 是吧 当然身也有因素 吃的东西啊 染污太多啊 会影响身体的 哦 还有保护好 这个新冠的 听说那个病毒啊 对脑部啊 有影响 哦 所以这个防护啊 不能掉以轻心的 哦 像陈德 只要出门了 我回来一定 用食盐水洗鼻子了 防护防护 心上啊 现在人啊 得失心太重 牵挂太多 人的这个太多 挂碍放不下 伤脑筋呢 是吧 你们有没有曾经 考虑一件事 考虑到觉得 哦 头痛啊 对啊 那不是伤了脑筋吗 所以这个 当父母的人啊 孩子就是我们的道场 你也要止住啊 不要太抽筋啊 儿孙自有 儿孙福啊 什么时候 用波罗智慧啊 老话上讲波罗 波罗就是生活 极相 离相 我们就在这个父母子女的 相当中 因缘当中 不能陷进去 离相 就是你 你在这里面 不产生情指 一产生情指 你就挂碍了 你就控制了 你就放不下了 波罗可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哦 无量寿经说 观法如画 三昧长几 知一切法 皆兮空几 这都 无量寿经这里 这都是提醒我们 修波罗 情子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等 要有无相智慧 要离相 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你一离相 你做一切 都是佛法 这句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很有味道 所以金刚卿说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叫离相 修一切善法 即得安乐多罗 三秒三菩提 你看他每天还是工作 处事 修一切善法 可是他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他那种仁我的对立 越来越淡 他没有陷到 仁我里面去 他做一个旁观者 没有陷进去 我只是他的真上缘 他听就听 不听 别挂爱 放得下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就好 我尽力就好 不要做完之后 要一直在那里盯着 他听不听我了 那你就 就都连到这些境界里面去 不清静了 做而无作 做完了 无作就是 没有这种 希求 的心 一定 他要听我的 要做什么转变 没有这些希求 一看他没照你的意思 你就生烦了 义无希求 不希求 所以无量寿经 也很多句 都是教我们 把般若要运用在生活工作 处世待人接物当中 好 后面 老人家谈到说 最后要走得自在 就讲了个道元法师的故事 道元法师 是他们的戒和尚 有一个出家人要往生来问 在座的人 你们有没有看人家坐着走的 人家说有 站着走的 有 他接下来翻一个跟头 你们看过这样走的吗 对方说没有 他就走了 这个故事展现了这个 生死的自在 诸位忍者 你们听完这个故事 有没有产生什么想法 你没有产生什么想法 不就老儿子上不是白讲了吗 那你怎么可以让老儿子上白讲呢 白听了也对不起自己的时间了吗 我们听一个故事 又有一个故事的受用 老儿子上说的 真有福报啊 你看这么自在 游戏人间 往生要这样往生才自在 躺在床上 害着病走 那插得远了 哇 现在还有人可以表演 翻个跟头走 我看 这个佛法就行了 我当然这个 海鲜老儿子上 我这个老人家赞叹 堪为尽忠第十四祖 为什么 一百一二十二岁 上树栽柿子 你看多自在 很慈悲啊 爬上去了 他已经感觉到底下的人担心了 我念着佛呢 他马上可以体会到 人家在担心他了 哇 你看一百一十二岁 眼睛这么 这么好 在那缝袍 袍子 一百一十二岁啊 说走就走了 我不干 干完了我就不干了 自在啊 我们学的《无量数经》了 其中有一句言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人有自心求道 精静不止 自心求道 而且精静不泄在 会当刻骨 何愿不得 所以愿要发出来啊 哦 因为这个愿呢 是一种力量 发了愿啊 你每天就有动力了 当然说到这里 我也很惭愧 我今天发愿一天念两万声呢 哦 这个还没达到 哎 但是呢 不好意思呢 滑到一万以下 嗯 然后念着念着呢 哎 你会越念越多 因为你有 你有一个力量在 有一个目标在 当然 念的心要越念越静啊 不能是哇 一直冲啊 一万三一万五 越念心越慌啊 那那个不对了 念佛是为了设心的 所以要发愿 要养成习惯 我们全命极品啊 以阿弥陀佛为对境啊 脱比义震 显我自心啊 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 你看他 他发了愿 当然我们刚刚演的这一句 是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 教学的 这个 智慧 看到学生发愿了 给予及时的肯定 当其可 这位死啊 那这一句话 我们随文入关 我们相信 我们 自心求道 发了愿 精进不止 都能达到 所以这个故事 听完了 我们都应该 发自在 往生的心 不能这个 故事听完了 我们还是在那里 哎呀 我要往生前啊 谁谁谁 一定要来帮我啊 不然我会担心啊 这个目标不能定太低了 取法呼上 得呼其中 取法呼中 得呼其下 取法呼下 就了无所得了 好 我突然 有个灵感 就老和尚啊 常常说要放下 控制 占有 对立的念头 好 其实我们在跟家人 相处的过程 要关照 不要起这种念头 不然呢 家人跟我们相处 会有压力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 生欢喜下 我自己 这一生呢 第一个大福报 就是当了我父母的孩子 第二个大福报 就是遇到老儿的 这第一个福报啊 经历越多事情 尤其 遇到的 家庭 这个感受就很深 就是我们回到家呢 从来没有感觉到压力 没有那父母盯着 嗯 还不惜做出来 嗯 还不惜看啥 嗯 好像 人的记忆当中啊 没有这种 要被拉的一种感觉 可是呢 父母都是身教带动 父母喜欢看书 你父母在那看书 你在看电视看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了 你是学生 那 这个 我就发现了 有时候接触同修啊 刚好他们夫妻在 那个先生呢 吃的 已经饱了 那个汤啊 还没喝掉 面都吃完了 没喝掉 看着他太太 他太太 你很饱了 你喝不喝啊 那为什么叫人家喝呢 照理学佛应该怎么学啊 他不喝 我帮你喝 是吧 你别强迫他嘛 到时候喝涨了还得吃喂药 怎么办啊 你把它喝掉了 你说啊 不要勉强 没关系不浪费 我们冰起来 下一餐我再把它喝掉 是吧 你没有要求别人 你这是要求自己 菩萨所在之处啊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 这一句 我相信我们都很熟啊 不能嘴上熟啊 我们得照着这么去干啊 这个是不要控制要求 而且要懂得横顺众生 要感受到别人的善意 不能自己固执了 一学佛了 觉得听经念佛 才是正事 跟孩子家里人出去踏青 叫不务正业 那这个就学出执着来 你实在讲啊 你今天遇一个丈夫啊 我们带孩子到啊 到山里走走吧 这样的男人现在不多了 是吧 他还懂得陪伴孩子的丈夫啊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善根 你看我们一纸索的 没有看到他的善根了 扼杀他的善根了 你感受到他的可贵了 你要横顺他 太好了 跟他一起 留下孩子 一生难忘的回忆 我们现在一回想父母的时候 在山水之间 在溪头 在阿里山 爸爸妈妈工作那么辛苦的 都挤出时间来 陪伴我们 当初在溪头 那呼吸的感觉 爸爸牵着我的手 走在那个路上 现在那感觉还是熟悉的 这样的孩子 他是安定的 他有感觉到爱 他就安定 孩子是需要陪伴的 横顺 要感受到 家人的善意 你现在天气有点凉了 家人好意 给我们披个披风 顺势接受 是吧 你要爱人 当别人爱你的时候 你也受得很自然 很感恩 这是一种无形的磁场 人心都在其中在感受的 不要我们学佛学的执着了 都是我们送人家东西 人家送我们东西 千推万推死都不接受 搞得对方气得要死 就你可以送我东西 我都不可以送你东西 我真的遇到这样的偷修 学得特别执着 端一碗饭 人家给他盛好了 要递给他 死都不接受 我怎么可以接受 你给我 我没有那个德行 你看 人家的心意 拒之于千里之外 伤到人心的都不知道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 看看我们今天探讨的 有没有 谈到的 有没有要交流的 或者 有不了解的 因为 这个我最近接触年轻人 他上一个月的课 我问他 这一个月上的课 听懂多少 他说一半一半 我非常内疚 人家一半听不懂 我居然都没有发现 这是我的罪过 好 看 今天的内容有没有 要探讨的 或者有没有 哪一位忍者 我们最近探讨 这个第六品 探讨的过程呢 你心里有所领悟 然后用在生活工作主事 觉得很有受用 这个也可以分享 或者是我们学的 前面的这六品的内容 还有我普贤型 我把它用出来 我有什么改变 这个都是很好的 供养 诸位忍者 大家有没有觉得 自己的智慧 有增长 修因得果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不常常修法布施 这个要聪明智慧 也不可能 凭空而来 这是要修因得果的 包含发问 也是法供养 是吧 这个无量寿经 就是阿难问出来的 好 那大家没有不了解就好 有请静昆 师父吉祥 诸位前辈吉祥 静昆 就今天学习的内容 有两个问题 请教师父 第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静昆 最近过去两三个月 有不少 遇到不少同学 还有老朋友 甚至自己的反辈 问静昆一个问题 比如有的人想亲生 想自杀 有的人是 赌博以后 散尽家财 然后又不好面对父母 很是悔恨 他昨天给我发问一个问题 也是趁这个机会 想请教师父吧 就是 他现在去了深圳 每天白天打工 晚上当在兼职 工作到12点 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因为之前他 把爸爸妈妈的这个养老金 还有自己 爸爸妈妈给他买的房子 全部赌博 挥霍光了 就问静昆 怎么去 让自己不要这么绝望 静昆把 经教 还有很多 内容都发给他了 可是他依然 沉浸在这个 就是这种 自责里面 不敢回去 面对自己的父母 静昆是觉得他 应该是很有 善根的一个人 可是他就是在那个 自责里面出不来 宁可通过这种 加班自残的方式 也不想回去见父母 就是请问师父 这如何去跟 这位好友去沟通 通过这个问题 静昆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就像您说的 我们并没有 这个修行未成的人 并没有这个 神通 他心通 也没有这种 佛菩萨的力量 有时候也是 甘着急 但是 作为佛弟子 有时候又想 尽一份力 如何才能够 既能力他 然后自己的心念 也不要被他 缠附 然后自己 也会浪费时间 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这个问题都非常好 现在 这个忧郁的情况 我最近也感觉到了 包含学传统化学了 好多年的 我们这一次半般 不止一个学生 有忧郁的 所以刚刚静昆 问的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都 要重视起来 那首先呢 已经发现 他有忧郁的倾向 那要提醒 一定有办法解决 不能亲身 当然这个言语 要柔软 跟他讲 不是一种 指责他的 柔和 就是我们都要让对方感觉 我们是一心为他好 不是 拿道理去压他 因为 人呢 没有死的 这个身体坏了 会再换一个 但是假如呢 我们是亲身了 你这个亲身的意念太重了 那你死后就每七天要重复那个死 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你看你一清身了 你的父母家人怎么活 而且 让父母这么样的痛苦 那这个就太 不孝了 这个首先要让他知道 这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会很痛苦 而且这个 之后到三恶道去 那这个果报不得了 那再来呢 要安他的心 看他现在 会让他很痛苦 自责的点在哪里 那 这个 比方说他觉得对不起父母 那现在你要怎么做 才能减轻你父母的痛苦 是吧 他觉得对不起父母嘛 那他一直陷在那个 对不起父母的自责 你不如把他转了 那让他去为父母想 你假如站起来了 那 让子回头经过患 父母 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回头 回到家 那你父母就看到希望 你越自责 那你父母更担心你 母子连心 我可以劝他 那俗话讲的 自知死地而后生 你说我最坏的情况是怎么样 不要让他自己把这个情况 想得越来越差 想到他承受不了 其实不就是钱的事吗 是吧 那你现在欠那么多钱 那我认真还就好了 我们也遇过同修欠人家很多钱 他已经造成这个结果了 他坦然面对 而且还黑社会的 他说你们现在把我杀了 我也没钱 那我既然有欠钱了 那我去工作 我尽力 还给你多少 是吧 那我 就是说你有那个诚意的时候 诚能感通 诚不止跟佛菩萨感通 诚也跟你 有这些冤结的人 也能感通啊 就好像我们常说被附体了 也可以用诚心跟冤亲在主沟通啊 那我们既然造成了 我们就去承受 然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欠债还钱 但是我醒过来了 我不能再对不起父母了 我从此以后要孝顺我的父母了 你给他一种正向的方向去努力 他现在变成麻醉了 你看他的状态也要看得准 当然你假如跟他的父母也有交情 都熟悉 假如他父母的状态 可以来做一些真上缘 是吧 那这个也可以 他父母主动来拥抱他 也都可以的 这个法没有定法 看实际的因缘 我们去尽一份力去护面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你说 其实师父是这样 因为之前他爸爸做这个餐饮 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做酒楼这方面的行业 然后之前也请教过院长 院长是说希望就是通过他读地藏经 然后回向给这个冤心债主 就是他自己好像也是个很老实的一个人 就是也不清楚为什么会碰到这种网络赌博的这种机缘 因为平时接触这个孩子其实是很老实的一个很善良 但是可能就是自律啊自控能力差 就是不知道到这个根源是怎么样去让他最有效 也曾经劝他去读经 劝他去这些看了凡思讯 这样的电视剧 因为他对佛法接触上浅 还不是那么能够深的理解 只是现在金坤想让他尽快从这个情绪里走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如法 还有其他的方法是不是要再跟他 再建议一下 谢谢师父 好 这个方法还是要因人而异 你现在顺着他的思想状态 以最能让他的善根增长的那个点 那个角度去引导他 那你说九楼啊 他父亲坐九楼 坐得越好啊 杀业越重 那他这个家庭的业一定总有一天要现前 所有的事啊 世间的事没有离开业 所以菩萨为因人 众生为果 你照下的业 那不可能不受报的 所以觉悟的人 佛菩萨 您损生命 不再照新疆 我们见过这个卖农药的 生意做得不错啊 家里就有人精神出问题了 我听一个做有机农业的同学 他说你喷一次荣耀死去的众生 跟发动一次世界大战数目差不多 大家去感受感受 你做杀生的行业 他迟早要抱在他这个家庭当中 所以是人生这个最大的福报 就是遇到佛法 不然你是有福气的人 可能又要造很大的业了 他这个情况 你就还是顺势而为 了解到种种方法 但是看他最能接受的方法 顺着去做 那现在当然忧郁的情况有很多种 我们现在都不讲双管齐下的 现在都要多管齐下 从身 他的饮食啊 作息啊 都会影响啊 那个忧郁的人 往往都熬夜了 睡眠不足了 甚至都可能都是种欲了 他整个阳气都已经消散了 对啊 身心灵都有因素 多管齐下 再来您提到呢 那我们又要不替他操心 可是又要帮他 那首先我们帮人的人 能关照到操心没有用 你真正看清楚操心没有用了 那你会变成念佛回向给他 总比操心好了 你不容易陷进去了 你很想利益他 但是你好像现在又没有具体的做法 你真的很诚心啊 佛菩萨会加持 你会做梦 或者你会遇到谁来给你讲什么 真的是感动 这个我也遇过 我也听过 就好像我们很想利益对方 突然就会有灵感进来 那可能都有佛菩萨加持 因为你利益他的心 跟佛菩萨的慈悲心是相应的 他就会感动了 王溪海老师 他照顾他父亲 他父亲发烧不退 他也找不到原因 可是他很诚心 自笑 晚上就做梦了 梦到爬这个阶梯摔下来 你看他做梦 他做梦都还是把父亲摆在第一位 我这个摔下来摔到脚 他就去很仔细的检查他父亲的脚 结果有一个地方发炎 就找到原因了 这个不只是父子关系 是这样 在五轮里面 师生关系里面 你一心为对方好 都会出现这种感应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佛菩萨 还是他的祖先 这个不知道 那个去了极的世界就知道了 好 以上回馈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 我们这个感谢这个静昆问的问题 都是从我们今天讲课里面的点 提出来的 这样非常好 大家就可以切磋琢磨 朱真 有举手吗 谢谢法师 没事朱真的问题不急 不耽误大家时间 谢谢 跟今天讲的内容有没有关 是有 是关于念佛 那可以啊 可以问 好 那抱歉吧 再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主动就是 有个小疑虑吧 是我们说念佛的时候 最好是很专心 不要想其他的事 然后之前也听说过 好像不太清楚 是不是可以想 像极乐世界 或者想是有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在 好像加持自己 放光在自己 这些观想 是不是说 最好 最高的就是不要有这些观想 那再低一点是 你是可以有这些观想 总比想那些六道世界的东西好 然后最低的就是你有好多妄想 现在自己是这样理解 那问的是因为发现 确实念佛之前好多妄想 然后如果可以想一些极乐世界的东西 阿弥陀佛光放光这些东西会感觉好一点 那又有点单 又是好像这样也不如法 所以就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没有不如法 这个老和尚说的 观想念佛 你在想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依正庄严 这都属于观想念佛 大师之菩萨念佛 原通章有说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观想 这种依正庄严的 这个是属于义佛 这个部分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用了得力 是吧 你不能说 这个持名念佛最好 可是你用了没有得力 你用这个观想 好像注意力可以拉回来 那这个你可以用 那我持名念佛 已经念得很色心了 那我不要 要去观想干啥 所以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个人 只要都是佛经指导的方法 你自己用了得力蛮重要的 你不能说 这个是最好的 可是你用了 你不得力啊 所以老阿上说 试医法 其实我们有很多 这个问题都出在 对试医法 体会的不够深入 其中这个 医了义 不医不了义 老阿上开解说 了义就是你真的得利义了 当然这个得利益 不是眼前一两天得利益 是长久得利益 老人家这个开解 对我们现在众生挺重要的 不然我们就觉得 那个很好 就撑在那里 自己也不得受用 那又没有拿出来探讨 可能就卡在那里 好 这个是可以的 请说 谢谢法师指导 再想确认一下 那朱正是不是需要 往那个 指念佛的方向走 就是慢慢放下这些 义正庄严 观想 还是说没关系 如果观想是最得利的话 你可以往那个方向 发展 可以啊 你可以针对你 自己客观的一个 情况 你自己比较能得利的 但是现代的人呢 应该是持宁 念佛会比较方便 你看观像 那你就要 一直看着那个像 那你都不用赚钱了 每天 有个人提供一个 佛堂 给你去观 你一打断了 你功夫就 就会中断掉了 那这个持宁的好处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定间断 一般你这个观想啊 还是你静下来的时候 比较容易观想 是吧 你开车的时候 可不能观想 可是你开车的时候 可以持宁念佛 心里默念佛号 没有问题 还是那个原则 你自己真实受用 长久受用 这个可以的 阿弥陀佛 lik子 对 我们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